Hello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鱷魚肉甲拐串配湯 現在就帶大家去藥房買一雙甲拐 因為鱷魚肉我已經買了 今次我用鱷魚肉乾 用新鮮鱷魚肉也可以 買甲拐要買一雙 最好叫藥房幫你處理 就像現在短片中的處理方法 講一下有什麼材料 我們有一雙甲拐乾 還有串配 沙心 沙心通常配肉粥 就不少肉粥 之後就是事實 這是製過的事實 還有這個藍不幸 藍痕也是多於不幸 不幸一點就可以了 3比1 還有其他很多材料 還有這個海肉粥 少許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淮山 我只是加兩片 因為他們今天都不是主角 毛花果 我加四粒 還有這個虎乳靈芝 對咳也很好 它有一塊有散裝賣的 它有一些切好了 或者有些未切好 那你未切好的就要處理 還有八盒 鱷魚肉乾 還有果皮 還有瘦肉 還有瘦肉 肉眼 我這次用 我不想那麼肥 還有一些甜 我就用肉眼 但也要飛水 那把材料洗乾淨 所有材料洗乾淨 所有材料洗乾淨 要飛水的材料就是 肉眼 還有甲拐肝 還有鱷魚肉 都要飛一飛水 我們都是凍水 現在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如何刮果皮的狼 就浸軟了 然後用刀刮刮刮刮刮刮 裡面的 輕輕刮刮 那些狼 刮走 已經煮好了 你看看 雜質的全部血水都煲出來 我們就把所有材料都夾出來了 肉眼、鱷魚肉乾、鴨怪乾都夾出來 現在帶他們去洗凍水涼 洗完凍水涼之後 就可以把所有材料都放在鍋裡一次過煲湯 我們就煲三小時的總共 最初的半小時我都會用大火去煲 煲完的味道 然後就慢慢2個半小時熬出精華 全部都放在鍋裡 下滾水 蓋過所有材料 之後就可以半小時大火 2個半小時小火 就是我這樣煲的 你看3小時後 湯就變得很濃 顏色都很濃郁 希望大家喝了之後就少點咳 身體健康 如果你們喜歡我拍的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我很快就放在網上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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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